一花以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很多人们不愿意把心理疾病称之为病 比如 被说成想太多,太敏感的抑郁症 被母亲过度的管控,难以逃离的原生家庭控制病 被身边的人认为是交情的产后抑郁 每一种情绪的压抑和隐藏,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悲剧 数据显示,抑郁症患者呈现出一高一低的特点 低是年龄低,患抑郁症的人年龄越来越低 高指的是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 抑郁症患者中不少是学者,白领,高管,大学生等等 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能解三角函数 畅谈未尽风度 左手数理化,右手正实地 但也许这些帮不到我们完成更重要的功课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英国作家安兰·德波顿年少成名 他看到传统学校教育无法设计如何 面对工作,爱情,金钱,婚姻等更现实的一体 2008年他创办了一所人生学校 希望让哲学,文学,心理学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解决那些让我们造成困扰的难题 在追求成功的世界里活着 人们的痛苦和快乐似乎都来自于大的成就 考上重点中学得到高收入的稳定工作 买下宽敞的房子,找到一生的挚爱 得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欢心雀跃,信心悲增 得不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人们不会为了微小的幸福而庆祝 甚至不会各个谈及 但是大事不过几件 留心观察生活中那些令人着迷的小确幸 抓住让我们感到幸福的微小瞬间 才是获得幸福的核心能力 在《微小的幸福》一书中 阿兰·德波顿选取了52件小事 把它们放在放大镜下 探索我们到底为何因之触动 展露笑颜 你会发现 微小的幸福一点也不微小 它同样能够引发我们对生活中 各种宏大主题的思考 一、清晨起床 清晨你早早醒来 室外还一片沉寂 太阳刚刚探出地平线 家里人还在沉睡 你望向窗外 低处的云层慢慢染上橘色 趁得那块天空呈现出一片粉紫色 每天清晨 类似的景色都会出现 只不过那时你都在顺梦中 厨房里还留着昨天的剩菜剩饭 昨日的疲惫和伴侣的争吵 似乎都已经很遥远了 清晨就是用来忘记昨天的 你动身去街上散步 室外空气清新十分静谧 路上车辆的喧嚣还未响起 你能听见鸟儿飞离树枝时 煽动翅膀的声音 与其各式鸟蹄 有的清脆嘹亮 有的低沉温和 这些微小的自然之美 只存在于美好的清晨 街上还有溜狗的人像你一样 呼吸着新鲜空气 独享自在的早晨 一天当中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 是有限的 此刻的你感到自己仿佛拥有 一小段额外的时光 其实这种时光一直都在 只是你刚刚才发觉 2.外婆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理想外婆的形象 也许在你小时候 父母不在你的身边 你在外婆家和她单独过了一段时光 那时你会跟着她在厨房里帮忙 橱柜的气味独特 摆满了外婆积攒多年的碗碟和工具 外婆还会带你到菜地里玩 你给山羊喂草 外婆还会给你水果糖 那是在家时父母不愿意让你吃的东西 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认为 婴儿和母亲的分离过程中 需要过渡性课题 比如婴儿喜欢的毯子或者毛绒玩具 外婆的作用相当于过渡性课题 她陪伴着你在早期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让你在成长过程中持续感到母爱和安全 她可能不懂电子游戏 不知道怎么发朋友圈 听不懂网络流行语是什么意思 她只关心你是不是还喜欢吃水果 担心会不会穿太少 人们可以从外婆身上找到一种特殊的智慧 长期以来我们都太过看重成就了 其实舒舒服服地坐在一个人身边 看着电视节目 或是在孙辈的陪伴下 子子兮兮地给花盆里的天竹葵 浇水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如果是工作日 这时候你已经出门了 但是因为是周日 你仍然躺在床上 有时间细细地感知 从窗帘缝隙中透出的阳光 窗外比平日宁静些 如背景音乐般的城市 喧嚣停止了 今天要做的事不多 不用关注时间 可以懒散地在厨房里磨蹭 你可能会去附近的公园里坐一会儿 看看飞鸟 看看人群 这便是极好的享受了 在基督教里 周日是上帝指定的休息日 不能够进行交易 商店 剧场 酒吧 必须歇业 火车班次必须减少 这样的禁令虽然已经消失 但是人们依然可以在周日 放松地休息 平日的你 总是以工作的需要 他人的期待为先 在周日的时光里 你就能探索自身 认识自己 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手位 生活总需要一些时刻 我们能放下手头的琐事 思考一些漫无目的的话题 四 一件旧衣服 你有一件旧衣服 曾经很时髦 穿上去合身服帖 各种重要的场合 他都会陪你去 现在他已经有些变形了 松松垮垮 袖口松懈 只能在家里穿一穿 但是当你穿上它 就意味着你能卸下所有的担子 舒舒服服地待着 把脸埋进衣服里 深吸一口气 仿佛回到了那些重要的时刻 你穿着它走过街头 和朋友谈笑风声 恋爱曾挽顾你的袖口 你还曾穿着它参加考试 或者被请到台前发言 现在只有你真正喜爱的人 才有机会看见你 穿上这件衣服的模样 一件旧衣服 它默默承载了许多爱意 虽然我们没有对自己的道明 但我们希望自己被别人当作 这件旧衣服一样对待 希望他人珍惜我们 经历风霜而改变的身形和性格 我们渴望在这件旧衣服上 看到的温情 能够在自己的身上延续 五 忙碌的一天后 舒心的疲惫 晚上十点钟 你清理晚晚饭的战场 餐桌厨房 都恢复了光亮如新的样子 你感到精疲力尽 被微微酸痛 你打着哈欠左右扭动脖子 舒展身体 你的大脑经过一天的疲惫 已经不想再费力思考了 你悠闲地在家里走来走去 体会一切被自己打理得井井有条 虽然疲惫 但这种掌控生活的感觉 让你更有幸福感 也许你有很多时候 感觉自己无能为力 事情太过复杂 根本无力解决 回复难缠的邮件 要委婉但坚定 拒绝时不能伤人 批评要直接明确 这些你都做不到 但是在凌乱无序的环境 你都能处理 当你忙了一阵之后 看到崭新的成果 就会相信其他问题 也会迎刃而见 我们有能力处理困难 不断地迎难而上 直至情况是我们的掌控 我们能够在疲惫的时候 坚持下去 拒绝休息 分神的诱惑 尽管还有一些问题 悬而未决 但是此刻 我们可以停下来享受 辛苦工作后 幸福的回馈 它让我们今夜得以好眠 所谓微小的幸福 就是对个人而言 十分的美好 但微不足道的幸福感 它随意走进我们的生活 待我们稍微地体微一番后 便悄然离去 它们看起来无足轻重 但却毫不逊色于 那些所谓的重大的幸福 也许是大雨低落的声音 也许是无花果的香气 任何一种微小的幸福 都拥有让生命更丰盛 更有价值的神奇力量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